字幕提供 贸易双边的谈判 也在如何如何进行当中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 在这么多年当中 一直都站在 台湾最前年的谈判代表 邓正宗邓正伟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同时我们也邀请到 前公园院的电子跟光电 系统研究所的前所长 那么现在是台大电机系教授 吴志毅吴教授 一起来跟大家讨论 我想在今天讨论之前 我们先看两则重要的新闻 第一个是 在礼拜二的早上 大家看到 联花科他决定投骗英特尔 这个给台湾整个半导体 掀起非常热烈的讨论 那么这个动作到底 背后代表什么内涵 今天吴教授会跟大家 深入来剖析 我相信这是一个台湾跟美国的联盟当中 新的深化的新的动作 值得大家深入来探索 另外一个是中国建造31座经研厂 超车台湾 最近大家可以看到 全世界都非常关注 在半导体的攻击大过需求 包括在鸿基的这个陈俊胜董事长 他提出市井 他认为现在的半导体的这个 这个台湾盖20座 要花两兆四千亿 如果攻击过剩 有一天反转 那么到底会不会对台湾整个市场经济 带来重大的影响 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现在是拼尽全力 不断的在盖场 这个盖场对未来的世界的产业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看到美国的商务部的部长 雷蒙多在讲 他对中国考虑更多的中期 纳入实体清单 中新当然也在这个名单之中 同样我们看到 三星现在在美国建11座经研厂 所以这个经研厂我们看到 在从现在到明年 大概全世界29座 那么到2028年看起来 这个数量非常的惊人 那台积电现在在日本的雄本的促成线 现在它的演化中心落成 那在雄本现在也在盖场 那我们也看到 拜登政府上任之后 那么现在对中国科技公司的 现在的这个 限制打击 力道越来越强大 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 半导体当中 可能我们现在所要面对的 CNN最近强调台美几周内会进行经贸谈判 这个是邓政伟现在在谈的大事情 那这个AIT的 特别强调台美贸易倡议是 大家后来发现原来这里面技术来自台积电 所以这当中给大家非常多的启发 也就是台湾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好好对台湾的专利 台湾的技术的领先 保持领先的话 台湾其实未来是非常危险的 那美国的晶片法案 在这个礼拜要审议了 那这个审议我相信 也会对台湾半导体产业 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一周当中 其实台湾有很大的蝙蝠在讨论紫光 大家可以稍微回头想一下 这个礼拜有一件大事 紫光的原来的董事长赵伟国 最近被带走 他讲被带走不知道带到哪里 但是没有下文 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鸿海这一次用工业妇联 入股98亿人民币 要入股紫光 鸿海等于间接他投了58.8亿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见 紫光的投资会引发投审会的关注 那我也郑重呼应 我们在投审会对鸿海这个关 应该要严格把关 那你可以想象得到 当年郭台铭 曾经讲说紫光的赵伟国 不过是一个炒股的咖 在2015年的时候 联花科一度 也要加入紫光的团队 他要引紫光来入股 但是后来跑出了几个教授来搅局 包括李承大教授李中宪教授 他率领400多个教授 大家联名反对 那这个时候 大家把这个紫光入股台湾 卡住了 这个是有500多 那这个刚开始246位教授 反对紫光的入股 现在回头看 在2015年台湾反对紫光来并包括气品 并这个蓝帽 包括历程 那后来我相信经过这个 现在经过 从2015年到现在7年的 这个时间的印证 那么大致上大家已经可以看到 如果当年台湾的半导体 被紫光染纸 我相信今天情况可能会改写 那大家可能要去思考 在面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无限扩张的路上 台湾最重要一件事 台湾一定要保持扩大领先 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差距 如果有一天 中国的半导体追上台湾 这个时候大家要非常有危机意识 大家知道 2021年台湾整年出口到中国 是1889亿美元 这当中我们创造的顺差是1047亿 但是大家特别要注意到 台湾的电子零组件 包括半导体 出口到中国大陆 是1043.3亿 大家想一想 如果中国可以自己半导体 自己自主 这个时候晶片它不要台湾了 台湾可能我们在贸易顺差当中 1000亿美元就不见了 大家要知道 在2021年台湾全年的贸易顺差是 6502.8亿美元 如果我们把这个1000亿割手掉 台湾的经常账立刻变成逆差 所以大家要从这当中去感受 也就是说 如果台湾现在用尽的力量 去扶持中国的半导体壮大 有一天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你的半导体产业 就会像现在大陆 去限制台湾的水果 像红梨 四胶 芒果 它全部把你赶出来了 这个时候连石斑鱼 你都无法幸免 这是在未来的两岸的交流当中 台湾自己的强项 你要把自己的命根治要顾好 如果我们把命根治都割掉的话 台湾可能就没有明天了 这是大家要高度关注的事 这礼拜我们也看到 在整个上半年全世界的风雨飘摇当中 大家特别注意到 这个礼拜像潤泰新潤泰拳 因为南山人寿所造成的这种净值的减损 现在出现很大的麻烦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这个是最大的 美国的贝莱德 你看到贝莱德在上半年 他一家公司亏损一兆七千亿美元 你无法想象 一兆七千亿美元有多大 他一下子就亏了一兆七千亿美元 当然他在投资的项目当中 有非常多的资产的减损 你可以看到他的股价从968% 现在639%出现很大的下跌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台湾的受险业 单单在美俄的CES的 现在的币闲的部位有千亿台币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周边 你所看到的不小心你会踩到地雷 这个地雷可能会对企业的经营 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 所以大家在这段时间 你看到这个国家如果体质不够健康 我相信在这个时候 看到最近美元走势强劲 美元走势强劲对很多新兴国家 现在造成很大的灾难 这斯里兰卡国家破产 总统跑到新加坡 现在重新另外显出新的总统 所以有多少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机 这个时候大家特别注意到 有68个一带一路的国家 跟中国走签的国家 现在在国家债务上都面临非常沉重的挑战 另外美元的强势到这个礼拜告一端了 我们看到对日元它扁到139.38 现在回到136 这个时候日本现在看起来是 日本的股市表现非常强劲 好 这个礼拜美国的联准会升息 亿计三吧 我们看到这个欧洲大概制造业 现在都出现了疲态 国际货币基金现在对美国的经济预测 大致上都下修 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得到 这段时间从央行的鹰派 到全球经济的衰退的阴影 到通膨 到恶物战争 到系统性的信用事件 这个时候都如影随形 现在我们看到大宗物资 现在正在开始往下滑落 我相信通膨到下个月 会有效的降温 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 台湾在现阶段 我们所看到的经济的情势 那我相信这个礼拜 大家要从这一次贸易谈判当中 包括跟美国的晶片的协议 我们看到未来新的趋势 我们今天要来特别请教 邓政伟跟吴教授来看看 在目前发展中的几个 包括台湾半导体产业 跟美国的贸易倡议的协议 到底现在进行的如何 我们先请政伟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社长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吴教授 市长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欢迎两位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 我们请政伟来告诉我们 现在台美双方的关系 到底目前的谈判进展 到底如何 好 稍微来 欢迎大家回到现场 我想我们最近看到 政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特别提到他说台美21世纪的贸易的倡议 他说我们等了30年 那美国相当严谨来看待这个事情 甚至还有很多的举办公开征询的程序 我想我们可能你想等了30年 我们看了听了都有点感动 就是说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 尤其在美中交恶 从川普的时代 美中贸易战以后 美国跟台湾当中 除了很多包括现在佩洛西想来台湾 引发大家讨论以外 我们实质在经贸上的谈判 我相信非常频繁 那这段时间 你参与非常多的回合 包括 在这一次美租的公投 这一次被火绝了以后 大家认为台湾跟美国当中 我们一定还可以再进一步 那 从TIFA开始 在BTA 美国 我们看到很多专业名词 包括这一次印太经济框架 然后这样一路走过来 那我想这一次 21世纪贸易倡议的内容 到底跟前面几次有什么不同 那我相信你在这段时间 应该会感受台美双方 有很大的进展的能量 在往前推进 你来告诉我们 在这个回合当中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贸易的情势 谢谢社长 给我这个机会 那么我们很多年来 我说过说30年 事实上这个是非常多的人 我很多的前辈 过去很多的 在负责推动台湾的经贸关系 很多人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有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台湾跟各国 能够建立一个体制性的 一个交往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很多年 都跟美方一直建议 我们应该有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那美国跟很多国家 都在签自由贸易协定 韩国 日本 大家都在签自由贸易协定 为什么单单台湾不行 所以我们很多年在做这个事情 但很多人做这个事情 得来的回应总是冷冷的 那么美国国家都很希望 能够跟台湾做生意 但是要签贸易协定 他们都很怕他会付政治代价 中国会反向修理 会修理他 所以就一直很难有进展 那这个事情跟特别跟美国 大家都等着看美国先带头 那么一直到去年的年底 我们正式的把这个 美租的这个公投的案子 底定了 那我想美国政府看在眼里 他很清楚 台湾的领导人 台湾愿意遵守国际规范 所以对于我们过去 这么多年来的 这个要签这个贸易协定的要求 就开始有很清楚的一个在转变态度 所以到4月的时候 我们就宣布共同启动这个贸易倡议 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有一天 我们要签贸易协定 这个是完全 吻合了我们过去多少年来的努力 您问说哪里最大的差异 就是我们一个清楚的目标 那么跟过去 跟我们这样子 这个交往交往 解决他的问题的那种心态不一样 觉得美国政府现在对台湾 是一个更认真的态度 对 来对待台湾的这个建议 我常在讲 你看到拜登这一次到沙烏地阿拉伯 当然他为了沙国能够增产 大概把每天的石油增产到1300万桶 俄罗斯大概现在是1100万桶 那你可以想象得到 沙烏地阿拉伯他主要还是靠石油 所以阿拉伯的沙烏地阿拉伯的国家的整个GDP 7000亿美元 他在全世界排20 我们比沙烏地阿拉伯差不多 这个数字相当 我们也到7000亿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阿拉伯排20 我们21 那我们20的话他21 大概就是说 在全世界我们排名还是前20大的经济体 那你现在想 像沙烏地阿拉伯这样 还享有国际的待遇 你想我们在经济的规模上 我们一点都不输他 但是因为中国的打压 他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我们在国际上是倍感困难 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台湾在经济实力 我们一点都不是小国 我们是大国 但是我们在国际的这种正规舞台上 台湾其实我们倍受打压 所以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下 邓政委我要特别请教你 就是说我们到底现在美国的 对台湾的加持 看起来你像这一次 我也特别注意到 那个裴洛西如果来的话 他一定会在台美双 美中台三方造成很大的骚动 但是我相信这个放风声 一定是事出有因 那我相信在美国这次加持台湾 包括晶片法案 那这个时候等一下我们吴教授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当中其实后面的合作 你认为现在有哪些比较成熟 现在可以往前推进的这个部分 我完全同意刚刚社长提到的 台湾的经济实力 事实上是非常清楚在那个地方 而且台湾有几个特色 我们是很可靠的 台湾是一个很透明的一个体制在那边 所以我们不会特别是采取奇怪的作为 是很可靠 跟台湾的企业做生意 对 它是一个很稳的一个环境 但是国际上呢 事实上是第一 他们英文叫做underappreciate underappreciate台湾的重要性 那还是一个国际中国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争取 我们应该把台湾的力量 趁着现在大家了解到台湾在供应链的角色 重要性 我们充分的已经证明出来了 更避论刚才社长提的这些数字 我们是第二十名 二十名二十一名 它是靠单一产品 我们是靠这么多的产品 它只是靠单一的天然资源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每一件东西都是自己 这样子把它做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在 这个不管是在供应链的合作 不管是在贸易方面的合作 国际规范的制定 台湾都有很多的角色可以扮演 我们是一个国际上正面的力量 我觉得我们各界 大家能够像经过社长这样子 大家讨论辩论以后 我们对自己应该有更大的信心 我们一直觉得说 我们会被打压 我觉得打压不住的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真正的实力 讲出来 呈现出来 我们把目标企图心定高一点 我们办得到的 我们可以跟别的国家一模一样 在国际上有我们该有的地位 我们的企业界 该有的环境 该有的竞争环境都应该给我们的企业界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 以现在看起来的话 世界上越演变 对台湾就是越有利 对台湾越有利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自己有信心 应该尽量去争取 郑贵讲到这个 其实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 我很有感想 这个文章是Thomas Freeman 就是世界是平的 那个作者 他是当年全球化最大倡议者 他认为有十部推土机 把这个世界产平了 这个产平里面 包括Netflix的 这个创办以后 造成网路革命的开始 还有柏林围枪倒塌 那么让全世界越来越平 这个越来越平里面 他最近 他过去认为中国是 这个非常不得了的国家 他说我高估了中国 然后呢 我看错了 那看错他自己认为 他也在下招罪局 那他特别讲到 他说在习近平领导下 中国不但没有往前走 他不断地在走回头路 而且各种管制 各种限制 不断地把城墙拉高 他说中国这是一个退步的 就象征了 那他提到台湾 他就说台湾能够有今天 台湾其实最重要的一个 他就叫信赖原则 那也就是说 全世界把所有的东西 委托代工交给台积电 他一定如期完成 他不会在后面扣一手 把你技术偷走 那你完全可以信赖 台积电的帮你的代工的生产 所以我相信台湾在这个过程当中 台湾的人民的诚信 然后在全世界得到一致共同的肯定 我相信这是台湾强大 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可以跟全世界和平相处 我也不会去侵略人家 也不会说 你我的意见跟你不一样 我就要打人 没有这回事 那这个时候 我想台湾自己的价值 应该从这当中伸展 好 我们要进到广告 回来请吴教授来跟大家谈谈 美国晶片法案背后的内容 那我相信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么多年当中 晶片 美国跟中国的 所有现在的交锋 半岛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 那这一次我们也看到 四方联盟 也就是 美国在找 日本在找台湾 然后韩国加入四方联盟的 半导体的联盟 那我相信最近我看到 日本的首相去找韩国的外长 双方重新谈 为什么 在文在寅的时代 日本跟韩国关系交恶 韩国这几年经济发展非常不好 所以我相信这个时候 大家重新在日本跟美国当中 日本跟韩国当中 美国有一点希望 他们双方要恢复好的关系 那这个时候再把 这个包围中国的半导体的阵营 再把它发展得更壮大 这个未来的新的态势 我们请吴教授等一下回来 告诉我们 稍微来 欢迎大家回到现场 我相信在这段时间 等一下政委可以我们刚刚补充一下 其实美国商务部长 雷蒙多最近也不断的在强调 台湾跟美国的精配的同盟 关系越来越重要 那我相信我们吴教授原来在公园院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得到 公园院在很多的案子 这个案子大家都在讨论 希望台湾能够跟全世界合作 去帮他们建半导体的厂 那我相信这个是台湾 我们台积电叫护国神山 整个半导体产业所创造叫矽盾 这个是一个台湾安全最重要的屏障 我们如果来看在这一次 这个从晶片四方联盟当中 也包括美国的晶片法案 那吴教授有什么想法 那关于台日韩跟美国四方的晶片联盟 那这里面其实台日跟美国的 这样的一个合作 稍微比较单纯一点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台日美基本上是比较互补的 就是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 日本是在最上游 他们的强项是在原物料 在设备半导体的设备 台湾的强项是在中游 就是制造IC设计 然后封装 美国的强项是在设计 跟它的产品 就是终端的消费 所以台日美 它的一个合作 基本上是稍微比较单纯 这个是非常有互补性的 韩国这边稍微比较tricky一点 理论上来讲 韩国基本上 它的强项是在记忆体制造 本来跟台湾应该是比较是 比较没有竞争关系 不过大家都知道说 韩国三星现在也积极想进入 就是逻辑代工的市场 那韩国跟日本 刚才社长也有讲过 那韩国跟美国之间 又有一点微妙 因为韩国基本上 它在美中两边 它基本上有点 谁都不想得罪 所以它比较站在一个 暧昧的角色 所以这个台日韩跟美国的 这个四国的晶片联盟 台日美这边 稍微比较单纯一点 韩国真正要看 韩国的态度 就他们在整个 这样半导体的产业链 基本上是要在全世界这边 或者是来跟中国来一个 就是有一个依赖的关系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看 韩国自己的决定 那以这样来讲的话 其实台湾跟日本 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合作了 就是台日美三方的一个合作 基本上已经自然在形成 那基本上现在就看 韩国的态度 基本上是加入这个联盟 或者是他们要走自己的路 南韩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 你看它过去五年 我最近看到一个比较特殊的 韩国跟中国的贸易 你看28年来 它从来没有一天是逆差的 它从4月开始都是逆差 这逆差当中 有一个很大的产品像是 成熟制程的半导体 我们难以想象 南韩的半导体已经是 世界前几名的强项 中国现在看起来 那个成熟制程 它有拉上来的迹象 所以韩国现在吃足的苦头 也就是说 你看我们今年上半年 台湾整个贸易顺差 是277亿美元 南韩是逆差 103亿美元 我们同样 我们进口石油 这个煤 天然气 我们成本也大增 南韩也是一样 但是最后它是逆差 我们是顺差 这当中南韩很多项目 因为它跟中国太好了 所以台湾有一个好处 我们这几年看到中国有很多国家补贴的产业 台湾会跳出来 会跳走 南韩是正面应战 都打到头破血流 你后来看到南韩的汽车 手机 面板 现在都节节败退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选边站的时候 万一你又选错边 南韩其实情势是危急的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一次 美国在主导这种四方晶片联盟的 发展的态势 你认为后面 我们有没有办法构筑一个比较大的 黄线能够对中国的 现在半导用国家补贴的力量 包括这一次中芯 如果它能够突破7奈米 后面到底会对世界造成什么影响 好 前一阵子大家都看到这个新闻 就是说中芯基本上就是 有7奈米好像供货了 其实中芯其实已经在半导力产业界 由国家补贴已经从2000年初开始 已经20几年了 所以我们不可以小看中芯的实力 我们必须这样讲 这个7奈米我相信 他们并不是拿最先进的 所谓EUV的人 EUV来做 他用DUV做 他基本上用DUV用多重曝光 用前一世代的仪器 他基本上就是用多重曝光 来达到7奈米 这样的话做得出来是做得出来 基本上有没有竞争力 就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你的成本会比较高 你的良率会比较低 所以做得出来是一回事 在市场上有没有竞争性 那我们就要看后面来看 那即使7奈米真的 如他们所说出货 以及基本上跟台积电的3奈米 基本上还是有两到三代的一个 就是一个距离 所以基本上大概有 四到五年的一个落差 不过我们绝对不能小看 中芯的一个实力 我常常讲就是说 在半导体的世界 你不可能期待你的对手 不追赶你 你只能自己跑得更快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自己的实力要继续往前跑 那不过在中国在发展 就是这个半导体 刚才就是社长有讲到 最近就是上个礼拜 就是Thomas Freeman 就是在美国 就是纽约时报 写那个专栏 他基本上有讲到这一点 就是说 中国的发展半导体的一个困境 或者是困难 就是说大家对他的信任 这个信任有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说 我客户 你会不会成为客户的竞争对手 就客户把这东西交给你校单 哪一天你变成他的竞争对手 这个可能在中国常常在发生 第二个 客户交给你的机密 你会不会把它流出去 或者甚至自己拿来用 这两件事情是我相信 中国如果要发展半导体产业 或高科技产业 这个是他们未来必须要突破 或者是得到大家的信任 我相信这个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台湾是在整个信赖 对全世界对我们的信赖 有一定的优势 不过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中国是请全国的力量 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只能自己跑得更快 我们不可能期待别人不来追我们 我想这个 邓政委在前一阵子 我们也看到在报纸上 有透露你跟联盟多 有透过视讯在谈 这也跟晶片法案有关 这个报导其实 我最近非常注意 就是你看到那个石斑鱼 我们被中国轰杀的时候 你大概也讲了一个 就是说我们要限制 对中国的出口的比重 也就是说尤其晶片 中国对台湾进口的晶片是非常大量 你看到像华为有一阵子被 这个在川普时代 最后9月6号那个底线 有十几部的飞机专机 在库存的那个补库存 向台积电进货 那这个时候我们大概可以感受到 半导体对台湾的重要性 所以你跟联盟多的对话当中 也看到在未来像台湾 我一直跟他们讲 在足科台湾科技研究 有很多大陆那个类人头的公司 除了挖人 还这里面挖技术 那我们对这个是国安的余力 很重要一项 但是我们好像都漫不经心 这一点我们到底 未来应该怎么办 那个社长 这个我想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 中国在利用窃取 这个外国的这个 这个科技 商业机密方面 他花了很多的精神 而且他很多的成长就是靠这个来的 对 那我想我们现在不管在营业秘密法 的这个很多的执法的改进上面 其实也是针对要防止这个 所以最近起诉了一些案件 我觉得这个对于外商企业来讲的话 他们觉得台湾的政府 的确有在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当然我们还需要做更多 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 但是如果两位刚才提到的 如果我们不能够维持我们科技的领先 那他这个追上来 我们就就没有路可以走了 他不会给我们任何机会的 那我在这边也要跟社长 跟各位观众朋友澄清一件事情 我那个我记得是一个路透社 在访问我的时候 我有提到说 我们现在对中国的市场依赖度 到38% 40%之间在徘徊 这个有点大 我们应该想办法多分散我们的市场 但至于说政府的这个一个比例的限制 这个当然是有一点困难 不过构想上政策上 我们应该尽量的把我们的市场分散出去 比如说新南向国家 类似这一种印度 现在很多政治 像南印很多政治都在讲 他说两岸关系不好 台湾经济不会好 柯文哲最近也讲说 干脆他说小英总统干脆把大陆的贸易全部关了 他说台湾会怎么样 这个就是说你贸易的行程不是单方的 也就是说双方有很强大的互补的机制存在这里头 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创造被利用的价值 你还是可以生存 但是如果他不需要你的时候 你跪着球都没有用 所以你说我跪了球芒果 石斑鱼 鳳梨 最后他根本不买单 所以这个就是台湾眼前 我们要从这当中得到的教训 就是说一旦对手他不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一脚踢开了 那台湾的产业 你在这当中 你如果找到一个能够强欧有力 他会要你不可的竞争优势 这个是我们要练之再之 好好去思考的重点 那我想这个我们进到广告回来 再请吴教授来谈谈这次联花科到背后 这到底有什么样一个新的这个算盘在里面打 那我想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 台机电他的霸业会不会因为这样松动 稍微来我们请吴教授给我们解答 欢迎再回到现场 我想今天看到这个联花科下单 英特尔 大概很多人都很震惊 其实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联花科在这些年当中 他的下的晶片 除了台积电代工以外 他也下给利基电也下给联电 他有非常多的这种代工的组成的这种厂商 那这个时候加入英特尔 其实也大家也可以乐观其成 但是在合作战略上 联花科找上英特尔 那我想我今天也特别看到林宏文写了一篇文章 也就是他现在要特别来使用英特尔的这个IP 也就是说英特尔在这个过去我们看到 这个PC里面 这个英特尔因赛 这个他在PC的这个架构里面 他非常完整 那如果联花科跟英特尔合作 在未来的智慧运算在这一边 我相信他有更大的发展的空间 那我想这个合作也可以算是联花科 另外耀生的一个凭借 我们在这些年当中大家看到 台积电一支独秀 我们常形容他叫一个人的武林 那一个人的武林 我后来也在想说 台湾如果有更多的富国群山 除了台积电以外 如果我们的联花科 有一天市值能够超过1000亿美元 包括鸿海 他如果有一天 他的这个电动车能够崛起 鸿海如果到1000亿美元 我们最少有两座半个神山 那我相信台湾的基础会更扎实 所以联花科现在到五六百亿的 这个美元的市值 在这个地方打转 也就代表他还有很大的能量 要做更大的耀生 这个耀生我相信 也是大家对他的期待 他如何能够来追上Corecam 然后在世界的手机晶片当中 他能够不断的往前挺进 我相信大家是更高度关注 吴教授怎么看在这一局当中 联花科下片给Intel 好 那就如同刚才社长讲的 联花科基本上在这个之前 其实就有跟像利基电 或者是联电来下单 所以在商严商 任何一个就是公司 他都会希望找 second source的third source 基本上这是对整个公司的 一个risk management 所以这一次我相信联花科跟Intel合作 基本上应该是基于这样的理由 而且他们合作 基本上据报道是16奈米 相对成熟的制程 而且是在智慧生活 或者是物联网这边这样 基本上一些尖端的制程 联花科也讲说 他们基本上还是会在台积电下单 所以我相信短期之内 对台湾的代工产业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对于跟美国或者是国外的合作 我相信就如同我们刚才讲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台美的合作 多交一个朋友 基本上以后在国际上 就多一份实力这样 所以我相信对于联发科 跟Intel的一个合作 其实我们应该是乐观其成的 好 这当作现在特别请教 吴教授就是说 现在台湾半导体很重要 从台积电以外 现在台积电到熊本 也到杨利桑那 德国也希望去 然后我上礼拜 这个我看到黄冲人跟 这个马克宏在华国见面 后来问他 他说华国希望他去协助 他建厂 印度现在非常喜欢台湾去 现在印度如果他变成一个 未来的供应链的重心 我相信半导体他 没有起来是没办法的 所以台湾在未来全世界 大家都需要半导体的情况之下 我们如何把台湾这个所谓 细顿的实力发挥到最大化 好 那我相信过去就是一两年 大家在报章杂志上也有看到 全世界各国很多国家来找我们 希望我们的厂商台积电连电去 那种就是他们的国家设厂 所以显示说台湾的一个重要性 这个重要性当然我们希望 可以继续维持着 刚才我讲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要继续增强我们的实力 让我们的研发的一个实力 继续领先全世界 所以全世界更需要我们 我们的地位 甚至我们的安全就会更稳固 另外有一个就是刚才 两位有在讨论 就是说我们的一些营业秘密 怎么样把它就是可以守得很好 这样那这营业秘密 其实很重要 因为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说 像中国大陆他会利用并购 或者是挖角或其他方式 把就是我们的营业秘密 希望把它带过去这样 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在 就是不管在政府或业界 大家可能要多留意一点 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台湾这个企业 要有这样的认识 所以这一次像鸿海要入主 那个要入股那个指光 我看到媒体报导 他说这是鸿海 这个机动灵活扩大版图 一个非常明智的抉择 他说这个叫企业极大化 我后来想 我说你企业极大化 跟国家利益极大化 你到底要选哪一边 如果你的企业利益极大化 伤害国家的安全 跟国家的发展 这个时候 你个人的企业的极大化 就非常渺小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清楚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个人或企业 贪图便宜出卖国家 我相信对国家造成的伤害 比什么都大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大市大会上 每一家台湾的公司 你要去想 如果你把台湾的命根子 因为你一己之私 我把国家的命根子斩断了 你做得起台湾吗 我想这是一个最核心的议题 大家一定要好好把守住这一关 好 我们进入广告 再请郑伟来跟我们谈谈 在现在的国际经贸的合作上 有很多的重叠 台湾到底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位置 稍微来 好 这个守住技术的底线有多么重要 我们看到华为在受到美国的制裁之后 后来的海狮就消失了 他化成为零 华为的总经理 宜成东也讲 他说这个制裁很狠毒 无法投资 那华为被美国制裁之后 他说被逼到绝境 这是一个范例 好 全世界现在 大家关注的焦点 拜登跟习近平最近可能会有 对话 我们也看到普丁在最近到了伊朗 那么他也跟土耳其有相当大的默契 全世界大家都在合纵连横 到底未来的世界会有什么样的演变 这张图其实大家看到 单单亚太三个重要联盟 这个图看起来复杂 但是你把它简单来看就变成 一个是日本主导的CPTPP 大家看到这个圈 然后中国主导的ACEP 这个筹底国家是非常多 那这一次在日本所发起的 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 是IP-EF 那大家都有不同的角色 要特别请教邓振伟 就是说在面对这个 趋异经济的重新再结盟的路上 我们到底台湾有没有 这个见风插针的空间 我们的 我是觉得我们的空间很大 那当然还是难免在做这些 扩大我们的国际经贸空间的时候 难免还是会受到中国的影响 但是呢 现在就是刚才我们整个节目 这样子讨论下来 台湾有台湾的优势 台湾有台湾的本钱 那所以将来在这个国际上 未来的竞争一定会非常激烈 我想未来的这一两年之内 国际上的竞争一定会非常激烈 我觉得我们应该 趁着这个势头 赶快去参加CPTPP 赶快尽量把美国的协定签起来 我们跟英国的跟印度的 这个整个把台湾的架构铺好 就是利用一两年的时间 我们的机会在那个地方 台湾希望什么 台湾希望透明 国际上需要要透明 尊重市场经济 尊重财产 包括尊重智慧财产权 应该以规则为基础 不能够以个人的好物 决定一个企业界 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假设国际规范都能够尊重 透明的这个原则 市场的规则 那个尊重财产权 台湾的未来 因为我们具有 我们是有竞争力的国家 所以台湾的未来的发展 是很有前途的 所以这个要靠哪一边 已经很清楚了 这一次在东京发起的 印太经济框架 原来大家认为可能有台湾 最后它是美国特殊安排 所以这13个里面 台湾没有在里面 但是我们隐约感觉到 印太经济框架如果没有台湾 它力量就小很多了 所以台湾在这个 如果IPF来讲 印太经济框架当中 我们未来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现在在印太经济架构里面 它这个美方的构想 它会有一个贸易的架构 会有一个 供应链的架构 然后一个基础建设的架构 能源的架构 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 我们在贸易的架构方面 我们已经跟美国在谈 这个21世纪贸易倡议了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本来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供应链如果没有台湾 它供应链也弄不起来 所以这一点 我们应该也很放心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态度 就是我们尽量的 跟每一个国家交好 跟美国交好 就是透过这个贸易倡议 跟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交好 就是透过这个新南向的 这个政策的推动 我想我们很安全的 将来 现在我们不要急着去找他们 将来他会找上我们的 这当中我特别请教政委 就是说像印度这些年 美国在这次印太框架里面 因为印度看起来比较 比较奇强了 也就是说印度 你看这次俄罗斯他也跟他没来远去 理论上如果要把中国的生产基地 要移转 印度当然很重要 印度当然 台商会觉得说 好像到中国投资 跟到印度投资 难度差很多 所以我们面对像印度这样的市场 在供应链移转当中 东协像越南我们就很顺 但是到印度还没有想象中那么顺 这个未来这个路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走 那个社长 我们跟印度的交往也有一阵子 那印度很困难 您说的一点没有错 企业界又陌生 而且它的文化是个非常多重的 它等于是五十几个国家 并成一个国家 那这很困难 但是我的建议 就是企业界不能够怕 因为它一定会茁壮 这个国家它一定会茁壮 那它自己的企图心更高 你可以看到它莫迪的政策 它就是尽量开放 它以前是个关闭的 封闭的 它现在尽量的开放 也有很多其他国际社会 国际上很多大企业 也都往它那边去投资了 将来的零件供应的这些系统 他们就在等着台湾去 我们如果在国际布局上 现在有了美国这一环 东南亚这一环 再把印度这一环 把那个布局补起来的话 台湾的企业 我觉得永远 未来的前途 是非常好看好的 所以印度不能怕它 但是大家都很怕 就是怕 所以我们现在每次都劝说 我们的企业界应该要多去看看 我们企业界就会很担心 就说又没有水又没有电 又没有土地 又没有什么东西 又好像非常的困难 我是鼓励企业界 应该要勇于 至少先去看看 我觉得不能说它不好 它只是说它跟我们不一样 要去了解它 这个国家对我们来讲是太重要了 我相信这个叫世代人为 就是你很努力的来开拓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终有一天会成为你的经营的版图 那我想这个也是大家可能要好好去思考的 有难度才有利润 如果大家都会挖咒 我相信这个毛利益会刷得很低 今天非常感谢政委 也谢吴教授 来跟我们畅谈 在未来新的七亿经济结盟当中 台湾未来所扮演的角色 那这个今天谢政委 谢吴教授 也感谢大家观赏 下周统一时 请大家继续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